Hello,大家好,我是小辰 今天给大家在网上找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原理图 因为很多网友在问我电动车充电器的转灯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张电动图 看一下转灯电路在实际中是怎样一个进行转换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是以一个3842为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关电源图 那么这就是一个通常我们正过很多的电动车充电器 这个位置就是蓄电池 然后它这两个充电灯的位置在这里 一个是LED1,一个是LED2 那么这个LED1就是代表充电的时候亮起 那个LED2就是一个电源指示灯 代表充电的时候不亮 不充电的时候亮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电动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这个电路我们今天从结果往过程分析 什么叫从结果往过程分析 我们就来从充电灯 我们首先说充电的情况 就是从充电灯亮起的必要条件 我们往前面分析 这样分析大家就容易明白一些 好 我们首先讲充电的过程 那么充电灯要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路图 这是一个反光2G管 它的阴级接地阳级接到2G管的发射 3G管的发射级 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3G管的发射级 输出一个高电位 那么就可以点亮这个LED灯 这个反光2G管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3G管的发射级要有电压 那么它的极电级就要有供电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这个极电级 通过一个电阻线流 直接加到这里 这里已经标注了是一个12V 好 那么这个供电有了 我们再看这个控制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3G管要导通 把这个极电级的电压 导通到发射级上面的话 那么GG就要有一个控制电压 那么由于这个3G管是一个 NPM的3G管 NPM的3G管 那么它就是一个高电位导通 就是说这个GG电压 要是一个高电压 高电频 那么它才能导通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高电频怎么来 好 我们可以看见这边来通过一个电阻 上面还有一个R17一个电阻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边是接到这个12V 那么也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假如没有下面这个电阻的话 没有这边这个电阻的话 那么这个12V通过这两个电阻 一个分压 偏制分压 分到这个GG 那么这个3G管正常导通 这个灯正常亮 那么这是一个不受控制状态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下面还接了两条线 那就说明这个3G管导通和不导通 也就是说这个灯的亮和不亮 那么它是受其他的电路控制的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两条线 这条线它是加到运动方法器的输出端 然后运动器的第8角和第4角是供电和D 第8角的供电 大家可以看有些接的12V 这个D是直接接的D 那么我们在想这里在不受控制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高电位 那么这要它不亮的时候 那么这里肯定就会输出一个低电位 那也就是说这个灯的亮和不亮 实际上是受运动方法器控制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这个灯亮 就要这个第一角输出一个高电位 那么这个运动方它既要输出高电位的话 就一个条件 就是同向输入斑 大于反向输入斑的输入电压 那么我们再往后看 我们首先看这个反向输入斑 它是多少幅呢 这里一个电路 这是从12V直接接过来 接到这个二G管的正极 这是普通二G管 然后这个二G管的负极是接D 那么这个二G管 有一个电压前路的作用 这里就是一个利用了这个效果 利用了这个二G管的特性 假如说这个二G管的导通电压是0.7V 假如说0.7V 那么它就会打这个二G管两端 也就是这一点 对D的这一点 这个电压前路在0.7V 那么因为这边又有两个电阻 刚好这个电阻是一个10比1的比例 那么就说这里是0.7V 这里是0V 而这两个电阻 以一个10比1的比例 在这里对0.7V进行一个串联分压 那么这里就会分到一个 0.07V的电压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串联分压 这个公司去算一下这一点电压 具体怎么算呢 我这里就不说 那就说这里由于二G管 它的导通电压是非常稳定的 它比这个稳压二G管的稳压值 还要稳定 那么所以说 这个0.7V非常稳定 这个0.0.7V 就也是非常稳定 这里为什么用一个二G管来前卫 因为第一是电压稳压比较低 第二是二G管的一个正向导通电压 是非常稳定的 我刚刚说过 像12V从这里 通过线流电阻输过来的话 这边随便多少V 5V 10V 8V 9V 这里都能稳定的 前卫在0.7V 一点变化都没有 所以说0.07V是稳定的 那么0.07V分了两路 一路加到运算放大器的反向导致观 还一路加到运算放大器的同向输入观 其实0.07V是作为这两个运算放大器的 一个参考电压 也就是说 另外一个角 以这个为例的话 就是同向端和它进行比较 这个就是反向端对它进行比较 而控制输出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那么我们来看 这里我刚才说了要输出高电位的话 那么这里是0.07V 也就是说第三角 同向端大于反向端才会输出高电位 也就是说第三角的电压要大于0.07V 那么这个一角就会输出一个接近于电源电压的高电位 那么这里输出高电位 这里就会导致 这灯就会亮 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三角的电压怎么来 它怎么才能产生一个高电压 我们来跟着动动的看 这里有一个电阻线流 那么就接到这个充电器的插头这里 这个插头是插电池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电池和电容是比较像的 这个电容之前我讲过 没有充电的话 它是相当于一个导线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没有 电没有充饱和的话 它是有内阻 有阻值的 你可以这么想 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充电器插到这个电池上面 那么相当于这里接了一个电阻 那么有一个电阻的话 那么这里下面还有一个电阻进行一个电流取样 那么当这个有一个电阻的话 这个电阻就会产生电流 那么这个电流就会在这个电阻上产生一个电压 这个电压再通过这个R28加到这个第三角 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电阻 当这个电池的电量越小 它的内阻就越小 内阻越小的话 它的电流就越大 那么电流越大 这个电阻是固定的 那么在这里产生的电压就会越高 那么当它远远大于零点零七 零点零七 零七伏的话 那么这里就会输出一个高电位 那么输出高电位的话 就会点亮 首先是导通这个三级管 这个三级管再点亮这个发光二级管 那么这就是一个充电指示灯亮的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组 这个组回目 接上电瓶的话 它就构成回目 因为你不接电瓶的话 这两边是开路的 你接上电瓶的电瓶没有充电 或者是电量不够的话 它是相当一个电阻 那边有组织 相当一个 你也可以想象一个其他的负载机在这里 负载是有组织的 是会消耗电能 消耗电流的 那么从这里流过来 就会有电流 这里电流就会增加 电阻越小 电流就越大 这个欧目定律 电压是一定的话 电阻越小 电流就越大 电流越大 那肯定电压就越高 也是欧目定律 因为这个电阻不变 这个电阻不变 假如电流越大的话 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 电阻不变 电流越大 所以说电压就越大 电压越大的话 这个第三角的电压 只要大于0.07V 那么就会使这个灯亮 那么当这个电瓶充了满了之后 它就会向到一个开路状态 这个地方都没有电流了 那么从而使这个灯熄灭 而点亮这个灯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的 这个充电灯的工作电路 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电源指示灯 就是说它是怎么亮和灭的 我们下期视频给大家分享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我是小陈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